好等一下我们的流程我会先介绍什么是可见式思考 那这部分我大概会用到2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 因为可见式思考是一个蛮大的概念 然后它可以延伸的东西很广 但希望可以在这个浓缩的时间里面跟大家介绍 它到底核心概念是什么 还有在现场实物上面我们可以留意的地方 那第二个就是实作一 那听了一些概念之后总是要有些实作 这Hands on and Minds on都要加起来才会更有感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执行计划的过程 我们的发展我们的过程 还要计划成果一些成效的分享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进入实力分享 我们本计划有五个老师 每一个老师在不同的课程当中都实行了 这个visible thinking的这个概念 然后大家都会有很多心路历程 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原来在多元的课程里面 也都可以执行这个visible thinking 然后接下来第五项就是第二个实作 最后就开放QA 那先跟大家说 Google Me我已经开了问语答 所以如果您随时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随时在问答区那边丢出你的问题 然后我们老师就会在后端整理 然后依序回答 然后挑大家可能共同有的疑问来一起回答 然后那准备好我就开始介绍了 什么是可见是思考 那开始介绍之前我想要问大家 平常你观察你的学生在课堂上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那这个问题也是在让思考变得可见 Making Thinking Visible这本书里面 他问所有的读者的 我们的学生在课堂上是做什么呢 他们是忙于活动很忙很开心 还是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思考 那老师又在做些什么 那从这个问题开始想之后 我们就开始想 那我在课堂上到底可以做什么 如果我们都觉得现在的学生是不是缺乏思考 或者是大家都很努力想要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考的话 那我们在课堂上比较具体的做法到底有什么 我们又可以怎么去评量它 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概念很巧妙的包装在我们的课程设计里面 那我们这个发想是从最左边的这一本书 在2011年的时候有出版了这个Making Thinking Visible 那我们这个团队在去年的时候看到他的在台湾有出了综艺版 然后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然后很想要在课堂上面去做实践 那刚好去年呢 作者的团队他们又出了新的一本 The Power of Making Thinking Visible 他们又出了新的Thinking Routine 然后还有计划成销 从研究跟学术的方面去讲它的成销 所以对我们来说有一种打了强心针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更想要去探究什么是Making Thinking Visible 那其实概念是在Harvard University 他们很早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他们的零点计划Project Zero 然后跟我们本计划相关的主要有两个 就是左边的第一个是Visible Thinking 然后右边是Cultures of Thinking 这两个子计划其实都是作者团队 他们有很多的研究团队 然后到世界各地各个学校里面去深入 去营造思考文化去促进 让思考变得可见这样子核心概念 当然他们有综合很多在课程设计 还有教学上的想法 所以有非常多的实证研究来当backup 然后从去年初的 The Power of Making Thinking Visible 他们就把让思考变得可见的力量 他们把它整理了六大成效 大家看一下这六大成效 这不就是我们在课堂上面 希望美梦成真的现象吗 深度学习谁不希望 我们都希望学生不是只是表层的学习 也希望他在学习上是投入的 而不是是应付的 或者是他只是人道心没道 假装表面参与而没有深入 我们希望他们是深入 但我们也希望说平常除了总成性 我们平常就可以观察到学生 可是到底要透过什么形式 我们也希望我们跟学生之间的角色 并不是我讲他听 或是我讲他根本没在听 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更有创意 然后更多互动的一个关系 然后促进学习 这当然是我们当然希望的 促进学习 作者团队他引用的是 这些学生他们经过 visible thinking的计划之后 其实他们也可以在大型的 标准化测验上面 得到很好的成效 然后最后就是发展思考素质 这边作者用的是thinking disposition 如果说在学生身上 我们看得到这样的思考素质 其实老师也是一样 然后我们师生共同成长 所以他们大家看到这六个力量 就发现这些都真的都是 我们希望学生从我们课堂上 带着走的能力 而且他可以迁移应用到 任何相关的领域 任何跨领域的学习都可以 那既然他这么有效 这么amazing magical 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呢 那作者团队他们都引用perkins 其实perkins也是他们团队的 其中一员 他在里他就讲了一句话 说学习是思考的结果 我们就想象我们的学生 如果他只有学 就是他只有记忆 却没有思考 那就算他记起来 你感觉上他不是真的融会贯通 还有第二句就是 知识随着思考而来 我们只有在思考 探索正在学习的内容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学习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句 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这句话 但其实让对我们来 老师教学者来说 其实直接想的就是 好那既然那么好 那我到底在课堂上可以怎么做 所以从why跟what跟how 其实都是我们一直想要去探究的 那作者也认为说 如果说我们想要套入这个visible thinking 其实我们要在课堂上整体课程营造的那个氛围叫做cultures of thinking 他认为这样子cultures of thinking它不只是个人的individual thinking还包括团体的 那就可以连结到我们讲的collaborative learning 协同学习 然后因为这样子思考融入 它变成一种day to day experience 它变成每日的一个常态 一种习惯 那如果学生习惯去思考 他也喜欢去思考 而且可以觉得从里面促进学习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整体文化的营造 那也有人觉得说想法就在脑袋里面是想不到看不到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看到这些想法呢 其实可以透过一些课程设计把它历程化 那我们知道他在想什么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资讯去鼓励他们投入 并在理解过程中提供协助 那这就是我们老师可以从中帮他们答应价的地方了 好然后大家其实对BOOM的六个思考上线应该都不陌生 可是作者他想要说的是 我们感觉这样子的金字塔好像是一个线性发展 但是作者认为说我们的思考 其实不是那么死板的线性发展 它其实是一个动态交错非常混乱 但是其实是充满创意的过程 那了解到这一点之后 我们就更想要去定义 再去了解让我们看到学生的问题这么多 想法很单一 然后分析文本没有细节 他就觉得我觉得这样就这样 然后不习惯去质疑 很少做后摄 不敢大胆有创意 只会发散不会收敛 然后要解决问题不知道从何切入 其实我相信这是在我们 在现在的学生身上常常看到的 所以让我们不经历去想 其实这是不是我们教学者的责任呢 然后我这边跳掉一点 然后来直接迁入我们的核心 所以我们在看Visible Thinking里面 它其实我们把它拆解成 主要三大面向 第一种就是八种思考 第二个就是四大核心 第三就是三大类 二十一种历程 那接下来我就讲八种思考 如果我们把这三大面向都融合在我们的课程设计里面 我们觉得那个就是在我们的课程设计上面 非常有助力的一个能量 那八大思考类型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Understanding Map 这是Ron Richard的团队他们一起做出来的 可以看到 Considering Different Viewpoints Reason with Evidence Making Connections Uncovering Complexity Capture the Heart And Form Conclusions Build Explanations Describe What's There 其实如果我们在课堂上面的课程设计 可以巧妙把这些思考类型设计在里面 然后这个图下面的 这个就是作者用的Thinking Routines 他们叫中文翻译成思考历程 就是我们在课堂上可以操作这些历程 每一个都有相对应想要培养的思考类型 那我们再回来这三大面向来看 如果我们希望学生达到的是这些思考类型 然后我们在课堂上又可以操作21种历程 那除此之外 我们在课堂上必须要引到课堂的文化 它其实不只是历程 它还包括提问 譬如说老师提问 一个能够引导学生去探究的提问的这个技巧 老师提问 学生提问 学生跟学生之间提问 然后倾听还包括 老师是带着理解同理心去倾听 学生互相倾听 学生倾听老师 这样子一个Mutual Understanding的概念 然后最后就是记录 记录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定要写教学周知 其实记录就是让思考变得可见一个很大的核心 学生把想法素素诸于文字或者是图像化 让彼此都能可以看见彼此的想法 然后更有机会来做检视 然后做后设思考 做同才之间的协同学习 那老师也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记录 老师可以看到学生的学习的进程 知道什么时候要提供帮助 知道什么时候要做课程上面的改革 所以其实要做到 visible thinking 就包括了思考历程提问 倾听记录把它包含起来 那接下来我想要讲讲 那三大类21种历程 其实这三大类大家看到有21种历程 就是有21种routine要学的时候都会觉得 我的天哪 真的是太多了 可是其实大家自己想一想 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教法 我们会先考虑他在我的课堂上面 调性符不符合 我想要达到的教学目标是不是相对应 那我自己的个性跟学生的个性 是不是可以真的适应这个历程 还有文本深度到底够不够 其实在这诸多考量之后 其实大家一定都会有在从这21种历程当中 去挑几种自己当成自己的口袋名单 然后就可以有效的去利用 等一下我们有非常多实力分享 那我这边就先就他的核心来跟大家讲解 作者团队用的21种思考历程分成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介绍及探索想法 就是学生在要进入一个problem solving的时候 他要开始去做brainstorming 然后让想法更多元先去做发散 发散之后才要熟练 那这是属于介绍跟探索 那有了想法之后 进一步我们希望他可以学习去统整 去综合去分类 然后再去想下一步的解方 然后第三步就是深究想法 有了初步的想法 然后有统整之后 我们可不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找资料 援引更多的资源 让我们这些想法可以更加深入 而且我们想要塑造的这些解决方案 是更有可行性的 所以有介绍有同者 然后到深究 这就是三大类的思考历程 那每一大类的思考历程 都可以去选择您比较习惯的思考历程 那他所谓的thinking routine routine就是希望他在课堂上 这些操作变成一种习惯 师生都可以习惯这样子的步骤 慢慢成为他们自己内化的一种思考文化之后 操作起来其实就会非常的容易了 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这表 我相信一定也会觉得资讯量非常的大 其实我只是要让大家看到 在左边这一大项的 在左边这一大项的 抱歉 在左边这一大项有一些 左边的这一大项就是 思考历程 然后右边 抱歉 因为刚有人刚进来 好 然后右边这些就是在课 在making thinking visible里面的书 书里面他去解 去统整出来 每一个thinking routine thinking routine想要对应 要培养学生的 要去做到思考的跟理解的能力 那我这边把他画红线找出来 就是如果他是介绍跟思考想法的话 思考想法的历程的话 我们当然希望他可以去描述去诠释 然后去刺激他的先辈知识 然后去提问去萃取 然后建立连结 然后去观察细节 其实这就是我们来看就一个想法 一开始的初步的步骤 那左边的这些thinking routine 都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些功能 这是第一大类 那第二大类统整想法也是一样 看到这么多 其实有蛮多我们在计划里面都已经实行过 都觉得非常的棒 有总结 能帮助我们做到总结 掌握核心 找出连结 找出新想法 重要概念提出问题 思索隐含的意涵 专注分析反思 其实光是看到这些不同的我们想要促进学生的理解 就会觉得非常的兴奋 因为如果我们在课堂上面可以让学生不只是被动的学习 而且转化成可以主动学习的话 那then why not 然后第三大类叫做深究想法 深究想法当然要深入的话 就是左边这些的routine 他可以让我们做到证明推论 学生常常他们提出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样就是这样 可是去少了一个证明 他们没有evidence 然后还有观点可能太过单一 所以我们要让他做到观点取题就是perspective taking 然后找出偏见 还有提出反证跟论据 那看到这些很复杂的这些理解地图 其实我们其实都要往下想的就是 那我们从这边要看到的核心可以怎么 可以到底在课堂上面可以怎么操作呢 其实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我们有两个资源 第一个就是making thinking visible这一本书 英文版跟中文版就看您的偏好来选择 然后第二个就是project zero他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 有这些所有的thinking routine的介绍的英文版 还有包括学习单 还有包括例子课堂的例子 还有照片通通都有 那你们在上面可以找到的资源包括如何带领 如何准备如何评估 那怎么应用延伸还有一些教学实力 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资源 还包括带领步骤的时候 每一个历程我们要提问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做什么样的sentence starter来让带领学生进入这些步骤 其实都有非常清楚的参考范例 那我自己在执行这些思考历程 我觉得一开始要使用历程之前应该要先问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用这个 自己要很清楚自己想要让学生达到的课程目标是什么 我知道它的内涵吗 那学生要学到什么 我要连结什么知识点 学生的特性 空间 时间 文本 我要搭什么音架 其实我相信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些都是在场每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在备课的时候都一直会去想的 所以带着你们大家都已经有了丰富的资源 然后再加上这些思考历程 思考历程 thinking routine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完美的结合 那在课程设计上面其实我们有参考 立项课程设计understanding by design的这个概念 认为说先要确定目标 确定学生要习得什么能力 然后决定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思考来促进学生学习 下一步是那我应该要怎么评估 第五步才是开始选择思考历程 所以不要一开始就要想我今天要选什么thinking routine呢 应该先想好我到底要紧扣着什么学习目标 到第六步才是决定所有的学习素材 然后回馈修正反思 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些范例 就是刚开始我们是用单元来设计 可是当我们把这些thinking routine 已经routinize之后 其实应该学习用整学期来设计脉络 像我个人在设计整学期规划的时候 我就会把像我这个电影课有四大电影 每一大电影要完成几个周数 然后是什么样的主题 核心概念是什么 它的essential concept 是什么 然后我要用什么方式来设计它的评量 表现任务 最后才是设计 他们的说 要什么用评量方式 然后最后才是设计课堂的活动 这些 绿色的字就是routine 这是我在设计 规划整学期课程的时候做的 那其实在读写课也是一样 依照的课本的主题 概念 评量 课堂的表现任务 还有 要用到的语言任务 全部都把它设计起来 我们就可以对整学期想要促进学生的思考 做一个纵观的评估跟设计 除此之外 我们也觉得既然要评量 你必须要看每一个 理解思考的面向 有没有一些 是不是真的达到目标 所以我们也参考了 作者团队他们用的有8个thinking的continuum 然后比如说considering viewpoints 比较单一面向 它可能是呈现什么样的样态 比较多元面向 这是我们期望学生做到 它又是什么 那这些资讯 其实都可以在最后 提供投影片给大家 可以去做后续的 探究 然后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设计这些routine 它不只是在课堂上面 昙花一现的活动 或者是偶一为之 或者是just for fun 我希望它可以紧扣着 教学任务 还有后面的学习评量 所以像我个人就会在 小组的报告里面 把我左边这些criteria 我就是直接设计在前几周 我让学生 我为学生设计的这些thinking的 understanding的目标 然后直接当成criteria 然后把它设计成这样的rubric 所以学生就会觉得 老师真的把这个当这么一回事 而且他经过了这样子的 报告之后 他也可以看到自己哪一个面向 或许是比较薄弱 哪些其实进步很多 也可以帮学生做到后设跟反思 那 作者在 让思考变得可见的 书的最后面 他有提到说 学生其实看得出来 老师是不是 真的对主题充满热情和兴趣 也知道老师 是不是跟学生一样投入 而且认真谨慎的思考 那我相信今天在场的老师 一定 都是thinker and learner 好 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我们就 请我们的团队的下一位老师 吴富如老师来帮我们 带10座 好我们谢谢Rachel老师 那个 就是在理论上面给我们 就是一大早给我们提壶灌顶 这么棒的一个 就是 能量的补给 那听完之后 大家是不是很想要动手做一做 我好像在带体操 呃 大家看到我分享的东西了吗 OK 好 那那个 我就开始分享了 呃 这边呢 是我们的10座 现在呢 现在呢 要请啊 我们这个就是以 sentence phrase word 来做一个thinking routine 让大家就是 试着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我们要用的呢 是这个 文本呢 是七年级国语文课本 我想说 呃 原本我想要用我们华语课本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有点 太让老师觉得 啊 什么这样子看不太起我们了 所以现在呢 请大家到那个 呃 就是 chat room 里面 我把这个连结 放到那个 chat 里面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被踢出去了 我先放 回来的很快 没问题 附如荡调 对不对 没有听到声音 我这边没听到声音 好 欢迎方祥老师 然后等一下那个 吴附如老师 他会帮我们分组 附如你麦克风没有开 附如你的麦克风没有开 好 开了 大家听到了吗 有 好 谢谢 因为我随时会被踢出去 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呢 呃 呃就是先给大家这个连结是文本 然后文本之后呢 呃 这边就是大家可以进去 那这样子 待会儿在阅读的时候会比较舒服一点 就不用一直盯着电脑螢幕 就不用一直盯着电脑荧幕 也可以看自己 呃 zooming到自己想看的地方 那我们的流程是这样子的 在sentence phrase words 这边呢 原版呢 是长这个样子 那它的教学目的有三个 第一个呢 是呃 希望学生们能够参与阅读 并且从文本中提取大意 第二个是关注截取文本的本质 第三个PTB 对不起 打个岔 那个丢出来的文件我们没有办法开 哦 好像没有分享 文本没有办法开 文本没办法开 诶 Rachel这个能不能开一下去呗线 哦 好 我这边开嘛 就是那个 这个是在Drive上面的 那个PDF档对不对 对对对 好 那就请大家等等 因为可能是那个当初设取了 设计了那个就是机构内才能够存取 好 谢谢永华老师 那那个再说一次 因为这个 我另外贴 可以 听不到 永华老师 可以再说一次吗 他先贴了一个 他先贴了一个 没关系 也累个 嗯 谢谢永华老师 那我就继续说 因为我觉得这个教学目的呢 非常适合阅读这个 所以我们就把它拿来做 可以看到那个文本了吗 可以看到 这样可以看到吗 OK 谢谢永华老师 好 那我们就回来 因为这个 Thinking routine 我们觉得呢 非常适合拿来做初中级的阅读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 那那个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活动流程 有一点点跟原本的Thinking routine不一样 那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分别有五个步骤 第一个呢 请大家先默读 不说话 不讨论 默读一分钟 陆老师请问您有要分享画面吗 我分享了 没有吗 因为我看到的是 我正在分享画面 我这边帮你用 好 OK 现在有 不好意思 好 谢谢 那那个这边的话 就是请大家不说话 默读一分钟 我这边切换好了 因为可能刚才当掉 老师请问要默读第几页 哦 第二页 在我刚刚 第二页 我还是自己分享一下好了 不好意思 好 因为刚才我的电脑有一点当掉 在刚才那边 就是请老师找到这一页 一共有两页 请老师找到这一页 那因为这个是中文的文本 所以呢 就是因为给老师的PDF档是原本 就是教师手册的东西 那我就没有 就是我就没有编辑了 就请大家直接到第二页去 那如果不想要看 另外开视窗的话 也可以读这边 视窗里面的东西 那就请大家 个人默读 不说话 不讨论 默读一分钟 好 那OK 那我们就计时开始 我的计时器不会跑 换掉了 我自己计 真功计 出来了 出来了 没事的 谢谢大家 别忘了 我来说 这位视频 是不论 还在这边 感谢观看 好我们时间到 因为刚才呢比较晚 这个timer比较晚 那我们就开始 那现在呢要请 就是我们已经帮大家分好组了 现在要请大家到小会议室去 跟你的同伴客观的传达你理解的文艺 记住是客观的 不要加任何个人的阐述 然后每个人两分钟 所以一个讨论室里面一共有四分钟 两分钟时间到就换另外一个人说 然后中间不打断 好那大家就可以到讨论室去了 好那看起来他们都进去了 太好了那继续计时 我的电脑很容易上的电脑 怎么办 富如你有开很多页面吗 没有我只开这个 但是我发现我的GoogleMate 就像我之前问的就是 大家不知道大家的GoogleMate 会不会很占资源 因为我只要开了GoogleMate 我上次一直被踢出去 我是关机重新来过 不过现在 他就显示我的GoogleMate 就是占后台太多的那个资源 然后我是老电脑 那Facial怎么也有那个 不好意思我看到有一位张晴云老师 张晴云是我们的那个TA 哦晴云对对对 晴云是我们的TA 我想说没有进到小组 对 那这么快出来之前可以 他们要重新我一下吗 你说什么谁在说话 我说是要现在要加入 哦因为我刚刚 哦没关系 晴云 you stay here 没问题 你就待在这里就好 对 若云听不到 若云麦克风要开 好因为现在分组之后 他的界面整个不一样 对会乱掉 对我有点 OK 现在是在干嘛 OK 我们时间掌握得很好 Rachel好像没有讲到25分钟 Rachel就是用了25分钟 对没有讲到25分钟 就是用咖的 直接一条 对 所以灯会是Rachel要按让他们回来吗 有设计时期但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自动回应 我没用过 嗯 嗯 回来是他们也要按说我要回来 对他们要就是提醒他们页面上面会有一个回到会议 组会议室就要按 嗯 这个没什么想论你应该就会回来了 会不及到会来 目前有10组 然后刚刚廖老师好像不小心被踢出去 廖老师回来了 不是我不是故意回来 因为讨论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然后就自己两分钟然后就出来了 哇 老师真的很乖 不好意思 因为你的partner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他没有按加入 对 所以我其实一直在waiting 我知道回来就 你们会感觉是踢出来 不过我就讲了两分钟 然后我就出来了 哈哈哈 优秀优秀 那妇如四分钟到了吗 没有还有两分钟 还没 还有两分钟 时间过这么慢吗 哈哈哈 那妇如四可以跟我们说 哈哈哈 我其实刚刚在里面 其实就是主要 因为他是描述那个落发生的性格 这个看起来就是有一点拟人化 等于是说在人的性格上面 然后他等于落发生有一些对照 所以我有一些特别的 因为落发生对我们来说 他并不是那么特别美丽 但其实还蛮好吃的 嗯 他蛮好吃的 所以他真的是描述说 哎感觉很平凡 描小 但其实他是味道是很好的 然后好像比较坚韧 看起来比较像是这样子 是是 噔 哦 时间了 回来了吗 嗯 谢谢廖老师的分享 哎呀 富庚 谢谢廖老师 富庶我稍微提醒一下 实作这个session我们剩下三分钟 剩下三分钟 就是如果以15分来提示的话 不是到10点45吗 哦 我用15分钟 不过因为原来的时间可以到10点45分钟 对 因为Rachel的时间用的比较短 对 OK 所以到10点45分钟 OK 好 谢谢 OK 好 谢谢 大家都陆续回来了 好 那那个 嗯 那大家都陆续回来了嘛 好像还没有全部回来 对不对 对 你们还在讨论Round Down啊 哈哈哈 被听到了 被听到了 被偷听到了 哈哈哈 好继续 假装没听到 对你听到 PD是谁啊 PD是谁啊 fire掉了啊 哈 我不知道哦 OK 大家都回来了吗 主持 嗯 Rachel 还有人在小房间吗 有 有 回来了 没有 大家都回来了 好 那谢谢各位老师哦 第一次的讲述大意就告一段落 但是记得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呢 希望大家做的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诠释 就是不是我觉得或是我认为 而是这个作者 他说的那个大意是什么 所以第二次再请大家 默读两分钟 不过我相信大家呢 呃 读的速度都很快 这一次我们还是一分钟就好了 好 那我就计时一分钟 老师我可不可以先问一下 我那个在一分钟的默读之后 我要干嘛 等一下还是要进去 进去要做什么 我想要先知道 然后再决定要怎么个默读 等一下还是要进去会议室里面 我跟同伴互相讲大意 讲什么 讲这个 讲这一篇文章的大意 我又讲大意哦 对 但是这一次只有只能讲一分钟 而且是客观的说 就时间要变得更精简 内容就要更精简 我可以请问一下 你刚刚有说我说两页 可是我一直都看到 这一页吗 嗯 或者是你看分享画面也可以 分享画面这边只有一页 但如果点刚刚那个连结的话 的确有两页 然后就是文章本身是在那个连结的第二页 好 一分钟了 那就还是请各位老师 到小会议室去 我们要客观的传达 向你的同伴客观传达大意 一分钟 好来咯 Rachel我这边也有收到 我也要进小组会议室吗 不用 我来不及 哦好 对我了解 那我就把他拒绝哦 好好 那这样那个分组讨论是六 会不会只有一个人啊 不会 好 就是没有亮的我就会再拉一个过去 哦 OK 这一次只有两分钟 然后这一轮我是设两分钟吗 对 OK 对 然后这边我就很快带过去 好 等一下我要贴MIRROR 嗯 好的 对 等他们出来再贴不然他们看不到 等一下我们上次我们就是 我们这装脚我们就先先进去写 然后我们就觉得哦原来要写 OK 哦 好好好 对 我会带他们先看一次MIRROR怎么做 还是我们就直接进去教他们怎么做 因为我觉得时间先进去 好,二十秒。 好,二十秒。 好,老师们都回来了,那希望说经由刚才的两轮就是互说大一之后,大家对于这篇文章呢,这篇文章已经有一个大略或者是说比较深刻的了解了,用自己的方法或是用同胞的方法。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真的是sentence phrase word,因为我们已经欣赏完文本了之后,那我是从中文的角度来看,什么是我们所谓的sentence呢? 我自己的语言学家,我们这里有语言学家,我就请编小力一点,我把这个当作一个长句,那这个呢,是一个短句,里面有动词的,但是它可以独立有一个意思的,那这个呢,就是它的词语,那希望这个就是,我们要等一下找sentence phrase word,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那现在呢,要请大家到这个Mira,我会把,我等一下,我把连结贴一下,刚才,等一下,我当掉了,来来,我来贴,我来贴,我们这边有,可以帮我贴一下连结吗? 我们来贴,老师,你当掉了谁,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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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努力的让我的电脑,来,帮你贴,我看我等一下,有看到了,有一个Mira的连结,对对对,谢谢,那请大家到Mira去,我已经帮大家把文章移到那边去了,有看到吗? 请大家很快的贴出,你只要就是copy past,贴出你们所选的sentence phrase words,就可以了,那如果不会操作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贴的,都可以,我们五位老师都在里面,可以到左边去按一下,那个有便利贴,sticking note,或者是text t, 这两个都可以,小手可以抓取,可以移动板块,我们算个几分钟, 在Google me的讨论区,那个chat board,有文章已经在里面,如果大家不想打字,可以直接copy paste的,过去。 网上抓也有那个文章,就是在那个他的sense phrase words上面,网上一点也有文章。 老师,请问现在是要找你觉得,你觉得最有代表性的sentence,然后phrase跟word这样子吗? 对,就是长句的话呢,是最能够抓住本文核心意思的,那在短句的部分是最能触动你的,是以你自己出发,然后长句是针对这篇文章,短句跟词都是,就是对于读者本身的,短句是最能触动你的一个句子,短句,然后词语的话是最有利或是最吸引你的一个词。 哇,好多人贴短句哦,但是词好像就比较少。 词哈,可能还在找。 词最难。 词哈,可能跟大家,呃,跟其他人一样也可以,不一样也都,这个都没有关系。 哦,因为一会儿我们会讨论,哎,为什么就是哪里重复最多,或者是哪边呢,是大家最有共鸣的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啊,把自己的贴完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再一分钟。 哎,好像不够,对不对,我把他拉大一点。 哦,是好,我唯一觉得混乱的是,那个进去,对我来说已经眼花缭乱,其实我对他工具很熟悉,然后,刚刚贴完句子,他突然就,就会不见,就是说,我好像遭遇的困难是那个,呃,在里面那个画面,好像。 好像,呃,好像非常的混乱,就是没有办法静下心来,然后去写一点东西,就是他,好像会一直叠来叠去,就是在Miro上面,因为他那个人,太多,我现在看起来他就是,就有很多蝴蝶飞来飞去啊。 哈哈哈,那个对我来说,我那个视线我就很难去注意,我刚刚有做,然后,哎,画到一半我的不见了。 嗯,对,我的不见了。 哦,还是,我刚刚在里面,然后我在标,哎,标到一半,然后标是, 显微镜下面的病毒。 嗯,这个老师可以建议在框框外面,他框框外面其实也是可以写,然后都写好之后,再把它搬到框框里面。 嗯,还有老师,老师的意思应该是说,可能就不用在Miro里面写,我可能可以在外面处理完,再过去,对不对,还是。 嗯,不是,就是在表格外面,就不怕被人家弄到了。 对,他其实可以zoom in跟zoom out,然后如果你把它zoom out的话,你就会看到有这个,傅如老师的表格,但是表格外面其实是可以编辑的。 OK。 比如说我现在有贴一个星星的在表格的外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子。 有,有。 然后就可以在这边把它都打好之后再, 我之前上课也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刚刚老师在讲,廖老师在提说那个飘来飘去,然后就浮来浮去, 嗯,就是用白板的时候是特别是这个样子。 后来呢,我们的解决方式用那个Google document,就是大家自己去,因为他一直会推走别人,他不会叠在一起。 所以那个同学在做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在自己的东西,只是把别人往下推而已。 所以就会。 哦,是说在Google document做好吗? 对,就是大家一样在Google document去写自己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呢,你只是把别人往下推,不会飘来飘去。 嗯嗯嗯。 对,我觉得那个也很好,因为我之前也会听Google document,然后不晓得大家都做好了吗? 那那个就像毕分老师说的,其实每一个每一种APP或者是说每一种软体它都可以用。 那今天只是因为刚好我们想要介绍MIRROR,因为MIRROR里面有很多的template,很多的范本。 是我们觉得在thinking routine是还蛮适合的。那如果就是想说先让老师试试看。那当然我挑的是最阳春的那个science phrase words,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做的。 那那个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能够分享一下画面吗?就是分享一下MIRROR的画面。 嗯,好,那就麻烦各位老师就先停止动作。 嗯,等一下哦,我怕会当掉。 我自己用MIRROR的经验是学生其实蛮喜欢的。 哦,好,好。 学生会觉得很。 所以我想问一下,其实我们现在都看不到MIRROR,所以需要分享吗? 还是直接在MIRROR的界面上? 是这样子。 所以因为每一位老师看到的视窗大小或者是说位置可能会不一样。 OK,了解。好,谢谢。 谢谢。 那,但是我不能分享。 要分享吗? 对,还是我们。 对,那还是没关系就不用分享。 因为反正大家现在都在MIRROR里面,就请大家先以自己最合适的那个。 直接在看。 就是用大或是缩小的比例来看。 就是我们我想要做这个的,我们这个Thinking Routine做下来呢。 那这边后面的最后一个流程就是让学生们来讨论。 他们会先去看每一个同学贴出来的就是长剧、短剧跟词语。 去看完之后可以有两个讨论点是,第一个如果大家的就是如果大家选出来的句子或是结果都是很像的话, 那我们就来讨论说这个是为什么这边是最能够引起公民, 或者说那个是最能够抓住本文核心的。 像我自己在课堂上面做的结果是,我们发现学生的那个就是认为本文的核心, 它要么就是会落在第一段,要么就是最后一段。 那我们就可以看出说,其实在那个就是文章写作的时候, 我们的重点或是我们的那个焦点要怎么去复制是很重要。 就像在长剧这边可以看到几乎,不是几乎,就是很多老师会大家的什么, 落花生在平凡里有熊奇,在渺小里有伟大,这个是最后一句。 那大家其实觉得这个重点在最后一句,以及在短语里面, 对不起,因为我现在认命之后又被认帽,然后认帽之后又被认命。 好,那所以我刚才也跟廖老师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我现在看不太到我自己的版面,没有关系。 然后,假设学生们都停比了之后呢,然后就是切回老师, 带着他们一起看,一起讨论,那我们就可以看出, 第一个,它的那个重点会位在哪,就是文章里面的哪一个位置,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去分析那作者的那个就是意思, 还有它文章的整个的架构,还有第二个是哪个词语是最触动你, 或是怎么样,就是你在哪一个地方,或是说什么样子的, 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词,把这个语句丢出来是能够最触动你的, 或者是它到底为什么会触动你,就会请学生们来讲。 那原本呢也是请大家,呃,贴完之后我们要一个, 就是挑几个来请大家分享,不过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呃,就是实力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就先玩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团队如何运作? ok好,所以接下来我就先介绍我们的团队是如何开始的, 啊,就是像刚才若蝇老师讲的,在2020年初, 当时也有一个我们语言中心内部的自己工作方, 那Rachel分享了这个书,我们大家就觉得说, 哇,如果能够把它运用在自己的课堂里面, 感觉会注入一个源头活水,会让课堂的风景很不一样, 所以后来就在三月的时候,在Rachel老师的邀请之下呢, 烧脑女孩读书会就开始了,啊,这个名字是Rachel取的, 因为就是非常烧脑,大家要不断的学习, 那我们进行的方式就是每个月会读这本书一到两张, 另外呢,呃,当你读到这些thinking routine觉得这么棒, 你自然就会很想要赶快开始在课堂实验, 所以我们课堂实验也随着就开始,那在这个同时呢, 我们也自发性的成立了一个教师的社群, 在这个line的社群里面我们会分享我们的教学想法, 还有很多教学心智啊,我们的团长Rachel老师她非常爱读书, 所以她常常会在line里面贴给我们很多的心得, 也在这里面分享,那彼此给彼此专业的建议。 在实行了,呃,实验了一个学期之后,我们都感受到带入这个thinking routine, 这些思考历程在课堂里带进来的一个正面的效益, 所以我们决定呢要提出教学创新计划的申请, 那很幸运的就是在2020年的8月我们开始了第一期的计划, 启动思考历,从导入思考历程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力。 那在实行了一学期之后呢,我们看到学生在期末的他们的整个数据显示, 还有就是他们直信的文字的回馈,都很高兴看到他们有很大的思考能力方面的进步。 所以我们决定呢进入第二期,因为在第二期我们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提升这个社群的价值。 那接下来下一页呢我想要跟各位介绍就是我们这个课群是怎么样运作。 我们有五位老师,那其中我们有四位老师是英语组的,一位老师是华语组的。 那在课程里面可以看到有必修的课,若隐老师的大英文,那也有选修的课, 像我个人的终极英文选读,明荣老师的英文与人生,还有黄欣宇老师的新闻英文。 这个你可以看到他是必修跟选修。 另外我们很高兴就是我们邀请到妇如老师华文的老师。 所以在这个课群里面呢,我们不仅是跨必选修,我们也跨年级,有大一的也有高年级的。 另外我们还跨语言,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课群。 那串联我们的呢就是thinking routines,这个思考历程,如何打造一个思考的教室, 然后运用思考历程来帮助学生培养思考的能力。 下一章呢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客群的运作方式。 我们运作方式主要针对三个面向。 第一章就是教师专业成长社群, 互相回馈专业建议, 以及互相支持给予温。 我们是透过读书会,就是每个月我们都有读书会, 然后我们已经读了这个making thinking visible, 那目前我们在读questioning。 因为发现这个课堂上的提问, 那乌恒庭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 让这个cultural thinking可以形成的。 那也有分享一些这个中文的书。 另外呢,我们会进行教师真能的工作方, 邀请一些在这个领域很有经验的老师, 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教学方法。 另外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教师个人的反思。 譬如说raise word, 那run了之后呢, 就会彼此讨论, 然后老师自己写自己的reflection在周字里面。 因为确实要经过反思, 这个经验才能够成为未来, 再做下一次的一个成长的能量。 那另外在这个彼此回馈方面呢, 我们会把很多的教学资源, 还有像rachel她就会分享很多, 她去参加一些研讨会啊等等的资源, 我们都放在云端, 跟彼此分享。 那在进行了第一期之后, 我们深深的觉得, 好像还希望能够再更进一层, 让这个社群更有力量。 所以在这个学期, 我们就大胆的进行了观课。 观课, 因为我相信很多老师一开始, 像我们一样也是觉得说, 要把课程让别的老师来看, 这个会有一点压力。 但是后来我们也发现说, 这其实真的是一个成长的动力啊。 所以像这一张, 我们去观课就会拍很多照片, 然后拍录影。 同时呢, 也会在观课之前呢, 有已经设计出一个很, 强细的观课表。 要在里面记录, 观课的整个过程。 那这一张照片, 那在观课之后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要议课。 我们会马上, 或者是, 就是找一个时间彼此讨论, 刚才观课的时候, 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觉得有什么优点, 彼此给彼此很多的建议, 觉得很有收获。 另外呢, 在彼此支持方面呢, 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啊。 就是, 像我第一次run, 有一个chalk talk, 一个thinking routine。 一run完的时候, 觉得很兴奋, 但是也觉得很充满疑问。 那刚好呢, 我就找了Rachel老师跟Furu老师, 他们两位都做过这个thinking routine, 马上就问他们的建议, 那觉得收获很大。 另外, 我们也会透过line的群组, 老师们run完某一个thinking routine, 就马上分享, 那彼此给一些专业的建议, 也给予心灵上的支持。 那这就是我们客群运作的方式。 那接下来的部分呢, 我就要邀请黄欣盈老师Maggie, 来跟我们分享, 在计划进行之后呢, 有看到什么样的成效, 在问卷的数据统计里面。 好, 谢谢永华老师。 那我就这边把那个, 谢谢各位, 那这边我就把时间交给Maggie老师。 OK。 对,请。 好,那其实刚刚就是永华老师在分享的时候, 应该大家都已经听到蛮多的这个直信的资料了。 那我的部分呢, 就是做一个补充, 就是说, 在量化的, 也许比较是数据统计的方面, 我们的计划成果是呃呈现出来什么样的样貌。 那现在大家应该有看到我的partcoin画面。 有吗? 有, 有。 OK,好, 那我就开始了。 好, 那基本上我们是在这一个五个班级里面, 整个课群的五个班级里面呢, 在学期初的时候做一个问卷的施策, 然后在学期末的时候也做一个后测这样子。 那这份问卷呢, 总共就包含了十个问题。 那这十个问题其实就是奠基于, 呃, 刚刚Rachel老师前面提到的, The Power of Making Thinking Visible, 这个教学法里面, 他所提出的八大思考类型。 那我等一下也会简单的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是怎么扣在一起的。 那问卷的设计, 我们是使用这个里克特式五点亮表。 那如果学生勾一分就是非常不同意, 好, 勾五分就是非常同意。 看他们对于就是各类思考能力的掌握程度这样。 那我们总共学期初是回收了五个班级, 加起来是182分问卷。 那期末的时候, 诶, 多一份, 183分这样。 OK。 好, 那刚刚其实Rachel老师前面有讲到这个八大思考类型。 那我们的理解就是说, 这个21种Thinking Routines, 那它有点像是这个, 你在练武功的时候一种招式这样子。 可是呢, 它背后的这个内功心法, 其实是奠基于八种, 比较深入思考或比较多元思考的类型。 那其实刚刚那个Rachel老师前面已经有介绍这八种。 不过呢, 我现在的这张投影片, 大家看到的是每一种思考类型, 它下面对应到的Thinking Routines。 好, 那比如说, 以这个刚刚傅如老师帮我们带诗作, 我们有玩到的这个Sentence Phrase Word。 好, 这个Sentence Phrase Word呢, 其实就是在, 如果大家看一下画面的右手边, 有一个Uncovering Complexity这边。 那其实就是怎么样超越这个文本表面描述的文字意义, 然后可以挖掘更深入。 那它其实不是一个Thinking Routines对一个思考类型, 而是说, 其实基本上它Sentence Phrase Word有对应到好几种, 好几种这个思考类型。 那另外Capture the Heart and Form Conclusions也有对应到。 所以在我们这个问卷设计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我们不是要去测说, 学生他们做这些Thinking Routines有多厉害, 他们练这些招式, 表演这些招式有多厉害。 而是我们想深入地知道说, 他们在这八种思考类型里面, 他们的内功心法练得怎么样。 那现在大家看到这张投影片呢, 就是有橘色框框框起来的部分, 就是我们第一期计划, 第一期计划所有的课程里面有使用过的Thinking Routines。 那它其实涵盖的范围真的都是蛮广的, 然后八种思考类型都有。 所以在我们的问卷题目设计呢, 当然我们不能直接把这种很高深的文字, 这种Metacognitive Skills的这种文字, 直接丢给学生。 所以我们有稍微把这个文字转化一下。 那转化过后呢, 就变成比如说这个第一题。 I'm able to look closely at things, notice details and describe them. 我们其实就想知道学生有没有那个仔细观察, 然后可以用自己的话去描述去阐述, 这个内功心法的能力这样子。 好,所以在这个前侧跟后侧的问卷进行完之后呢, 这个我们用统计软体来分析, 那这个是我们实体前侧跟后侧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三栏, 平均数。 好,那以第一题来讲前侧的分数3.58, 好,那后侧的分数是4.16这样子。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pair samples t-test, 然后真的是让我们很振奋的结果, 就是10个问题都是达到显著差异的, 那p值是甚至小于点001这样。 所以这对我们而言就是量化的数字告诉我们说, 学生在这10个题目背后呢, 探测的这个内功心法识变能力上, 真的是有大幅度的进展。 那如果以个题的平均分数来看的话, 学期初的时候呢, 大概每一题平均分数是落在3.40到3.92之间。 好,但是后侧呢, 发现说每一题的平均分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line graph里面的红色的这条线, 红色这条线已经提升到3.99到4.33之间。 所以才说, 这真的是让我们就是五位老师都是非常缺绝, 就是只要辛苦没有白费。 辛苦没有白费的一个成果这样子。 那其中这个十题的设计呢, 又以这个第五题第六题跟第七题这三题, 它的进步幅度是最大的。 那再带大家回顾一次我们这三题的题目。 那第六题的话, 它进步幅度是到了0.65这么多。 那其他两题也有0.59这样。 那这三题如果仔细稍微看一下的话呢, 第五题是问到说, 学生他们要评估自己有没有能力用客观的证据, 来进行判断与推论思考。 所以在课堂当中,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会需要利用文本啊, 或是利用他们看到的影片啊, 进行的听力啊, 这些来进行深度的思考。 那很明显学生在这一题是有给我们这个反馈, 就是说他们的进步幅度蛮大的。 那第六题呢, 其实也有点扣着刚刚第五题就是, 反除那个吸收到的资讯。 然后他们有没有能力去反除, 然后可以产生自己的诠释和见解。 那因为thinking routines, 等一下我们在第二个实作也会看到, 就是真的学生有大量的机会, 可以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 所以这个部分学生给我们这个分数上面的, 进步幅度是到达0.65。 那最后第七题就是说, uncover the complexity, 是否有能力可以思考, 隐藏在事物表面底下更复杂更深层的本质。 那这个部分也是有0.59的进步幅度这样。 所以最后的小节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问卷这十题, 刚刚我这个呈现的方式比较是比较每一题的前测跟后测。 但如果就是说, 我们稍微粗略的来看, 就是假设可以把这十题综合统合成一个思考力的指标分数的话, 那这十题加起来总平均在前测的时候, 那时候测出来是3.62。 但是在后测的时候, 学生的self report是已经到达了4.16。 进步的幅度也是有0.54。 所以我们整体而言是觉得说, 第一期的计划这样跑下来, 其实不止学生他们运用的思考类型, 从比较单一的几个转向比较多元。 纵向而言, 其实他们也从比较浅的比较表层的思考, 转到一个比较深层的思辨能力这样。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数据上面告诉我们的一个结果这样子。 好, 那我的部分就先到这边做一个结束。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精彩案例要呈现给大家。 那精彩案例的部分, 我先停止我的功用。 好, 精彩案例的部分, 首先要这个上场做我们的傅如老师。 那我就把这个画面还给他。 好, 谢谢欣盈老师精彩的报告。 然后那个也相信大家对于我们的那个就是成果有一些些概念。 那现在我从我就那个就从我开始进行课堂实力分享。 那大家看得到我的画面吗? OK, 好, 那我就开始了。 我先很, 这里都是照片很快的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刚才带大家跑过一次的sentence phrase word。 那这个是我在上学期的时候做的。 那流程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那主要我们, 因为我们是在实作课堂上, 我们就请学生就是把写好的贴上去。 就这样子。 然后, 课后也有反思单。 就像刚刚Grace老师说的, 我们也会问他为什么。 那在课堂上面分享过之后, 他们回去还要写他自己找出来的东西。 那就让大家看一下。 那这整个thinking routine在那个, 就是华文读写B的时候, 我自己预计是进行五次。 不过这是理想的。 那实际上呢, 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是进行三到四次。 因为我们后面也会讨论到, 其实这个thinking routine, 那个可大可小可长可短。 那那个学生可能第一次玩, 跟最后一次玩的速度都不会一样。 那我想要就是着重在这个, 我第一次做的是zoomy, 那它其实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初阶的那个thinking routine。 这里我就不说了, 我相信老师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网路上都有对于这个thinking routine的介绍。 中文叫做放大镜嘛, 那我们还是习惯叫他zoomy。 那zoomy最简单的就是, 你看到这张照片, 那这个可能是伊拉克士兵在新闻上面看到的。 那这个呢, 可能是美国大兵在新闻上面会看到的。 但他们看到截取道的资讯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可是其实呢, 他们都并没有说谎哦。 因为呢, 这都同时来自同一个照片。 那其实zoomy要彰显的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你从哪一个角度, 或是说你只是看到的是冰山一角吗? 还是什么的。 他其实是那个第一个say think wonder的那个变形版。 所以他们隶属于同一个探究你的那个想法的, 就是那个范畴, 思考范畴, 以及他要培养那个学生的观察力, 跟眼见不为平的那个思考能力, 就不会让他去人云亦云, 能够带学生开始发展他们自己的假设能力。 那有了这个假设能力之后, 他才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那这个是我在那个做第五课, 刚好那个是一个租房子, 我就拿了一个实际案例, 就是之前听那个就是朋友说他们被骗过, 就是在那个, 就不要讲哪一个网站, 上面反正就租房子之后呢, 被诈骗的。 那一开始也是让学生就是看, 然后学生就好小好天真的说, 啊,这房子啊, 真的是既便宜又怎么样, 这样的房子不好找啊, 就开始练习语法嘛, 同时练习语法, 然后到最后让他们知道说这是骗局之后呢, 就是学生其实还蛮受挫的, 有的学生就是当场就傻在那边, 那后来也是让他们去写了一些反思文, 那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写得很好, 而且也结合了课上所学这样子, 那我的分享就是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就交给Maggie老师, 分享新闻英文的部分。 好的, 谢谢傅如老师, 大家我又回来了, 好, 所以呢,案例分享的部分, 我是排在第二个, 好, 所以大家又会再多听到我的声音, 那刚刚那个QA的部分有问到一些关于那个量化结果的, 我可能就最后再一起回应这样, 好, 那这边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我在新闻英文这门课程, 好, 怎么去执行Thinking Routine, 好, 那我一样先把我的画面, 好, 那大家现在应该有看到我的Partpoint, 好, 那我这门课程呢, 他的性质, 好, 谢谢大家的回馈, 性质是选修课, 那人数是有26人这样子, 那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情境, 刚好就是因为要学生自己选他们要报告的新闻事件, 那有一组学生他们选了这个事件, 就是法国有一个高中老师Samuel Pati, 应该是, 他在公民课的时候呢, 他展示了一个嘲讽穆斯林的漫画, 他其实是为了要解释言论自由的这个概念, 结果没想到客户发生了一件就是很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就是他被伊斯兰狂热分子锁定, 然后, 而且他被杀害的方式是砍头, 非常残酷的被杀害这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吗, 法国街头就涌现了这个抗议的人潮, 但是同时之间呢, 因为他展示的这一幅漫画, 是讽刺这个穆斯林文化, 穆斯林宗教的, 所以在回教国家呢, 也掀起了一幅这个抵制法国商品的这个风潮, 所以很明显就是在学生的报告的时候, 他们可以感觉的出来, 也呈现的出来, 表层方面呢, 的确就是two different cultures, 两个不同的文化, 他们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击跟对立这样, 这是在他们的报告里面呈现的, 那我就想说趁这个机会, 刚好这是一个highly controversial issue, 到现在他们都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thinking routine把它用进来, 那我在那一门课使用的是叫talk of war,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像这个图片一样, 它有两边的力量在做一个拔河, 所以可能这个议题里面, 它有这个正方跟反方, 那正方它的理由会是什么, 反方它的理由会是什么, 那要在这个thinking routine里面呢, 学生要透过小组共同去思考集思, 然后把它拼凑出来, 然后既然它是一个拔河嘛, 所以一定会有某一方的力量稍微多一点点, 稍微大一点点这样, 但是同时之间呢, 又会有中间那些很难去决定的, 很难去判定到底是在右边还是左边, 到底是在正方还是反方, 到底这件事是对还是错, 所以这个talk of war 其实要呈现给学生的主要一个概念就是说, 你在看事情的时候它不是只有二元对立, 它可能中间有这个, 你把它看作一个continuum, 它是有非常多不同的光谱存在的, 好,那这么样的一个thinking routine呢, 放在我们的这个回应新闻事件里面, 我们就看到就是, 我把它换成一个有点像电子版的, 电子版的talk of war, 因为那个时候我想要玩一个就是Google线上共编, 那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开始远去教学嘛, 但是玩线上共编, 然后想说, 看看他们怎么样来进行这个线上的八核讨论, 但是在线上文件有点难呈现就是两边的拉锯, 所以我就把它一转, 那个拉力我就把它转成重力, 那我就想说, 可以用一个比较像是棒秤或是天平的概念, 让他们在正方跟反方去加自己的意见, 看哪边的意见比较重这样, 那我那时候丢尾他们的争议性问题, 就是回应刚刚他们报告的这个新闻事件, 就是说, 一个老师如果他知道他的课堂上有这个穆斯林的学生, 那他可不可以用这个讽刺漫画, 而且这讽刺漫画是直指他们的宗教领袖, 这个Prophet Muhammad, 然后来解释言论自由,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让学生讨论之前, 我有做一点点的背景知识补充这样, 就是说on the one side, 是穆斯林文化中, 其实你光画出Prophet Muhammad, 就是一种亵渎了, 可是在法国的宪法又有明定的规定说, 政治就是政治, 宗教就是宗教, 那讽刺漫画只是一种言论自由, 它可以嘲讽任何人, 总统, 任何一个宗教的领袖这样, 所以这部分有做一个背景知识的补充这样子, 好,那所以教师端呢, 在跑这个thinking routine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先准备一个争议性的问题, 那我这边是觉得是那个议题的这个程度, 可能还是要帮学生补充一些背景知识, 那最后就是看他们要在一个海报纸, 或者是像我这个课程, 我是用线上摆板去做这个他们思考的呈现这样, 所以学生一开始其实是在自己的位置上, 我们是移到电脑教室, 那移到电脑教室每个人就有自己的电脑, 然后呢, 他就要在自己那一组, 每一组有一个自己的白板, 就好像刚刚大家一起进去玩那个Miro这样子, 然后呢, 每个人先要想, 想破头要想出正方四个理由, 反方四个理由, 所以这个是Individual Work, 然后接着呢, 要进行小组讨论, 所以这一组都在同一个白板编辑嘛, 然后呢, 他们就要移动到组长的位置, 然后呢, 来讨论说, 刚刚是谁写这个啊, 谁写那个啊, 然后接下来他们要决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哪些论点他们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那那个砝码, 那个框框要让它变大, 不是字变大, 而是框框要变大, 哪些论点是比较次要的, 那框框就要变得比较小, 所以as a group, 他们要去讨论, make these decisions, 那比如说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 比较大的那个框框, 就是这一组同学, 普遍认为这句话, 表达言论自由, 这个论点非常重要, 那这论点是什么呢? 他们就上网去找那个quote, 他就说, 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所以他们觉得这很重要, 但是呢, 右边相比就是, 我背景知识补充说, 啊法国宪法规定什么政教分离啊, secular reason, 对, 1905年这个签订了, 可是那个跟这个相比, 不是那么重要, 他们把它框框弄得比较小这样, 好, 那individual work完了之后, 就是group work, group work之后呢, 我们最后就是让各组, 各组的组长来口头摘要自己的这个, 啊, 磅秤, 或者是tug of war, 介绍自己组的东西, 那as a class, 那去讨论, 那比如说像我刚刚让大家看的是, 啊, B组, 好,B组这边的这个, 啊, 白板, 那A组呢, 其实他们有写到那个freedom of speech, 他们也是把它框的很大这样子, 但是他们有包含了不同的意见进来, 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透过这个thinking routine, 我发现就是说, 呃, 除了像一开始分享的, 就是, 呃, 这个, 可以让同学看到不只是正方跟反方, 那其实还有一些中间的in between的东西之外呢, 另外就是, 线上共编再加上实体讨论, 我发现说, 哇, 很多同学平常他就是羞于开口, 他可能是怕, 讲了跟人家相反的意见, 或是怕自己英文来不及组织, 因为毕竟这个议题要需要很深度的讨论这样, 那, 可是线上共编他们反而就是, 哦,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在电脑面前的那个脸, 你知道是很兴奋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兴奋这样, 好在那边打字这样,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线上共编也同时提供了大量, 因为突然我们在课堂上只有teacher to student, student to teacher interaction, 可是透过线上共编就是即时的, 你可能一分钟之内就有大量的student to student interaction, 那有的学生其实一开始我指令下去的时候, 他就坐在电脑面前, 然后还在想要打什么, 然后他甚至还跟我说, 哎,Maggie我不知道要写什么, 然后他一看到其他人的这个文字出来, 就好像刚刚那个Mirror这样, 哦,东一块戏一块出来, 哦,他就想到要打什么, 然后开始眉飞色舞的在那边打字这样, 所以这个是, 我这个部分案例的, 透过这个tug of war, 透过tug of war, 看到学生的一些反馈。 刚刚大家在听过这么多有理论, 有实作的整个过程当中, 那不知道大家就是目前为止是不是, 就是很多很多的想法, 然后很多很多的思绪在心里, 就是反复的这个震荡。 那接下来要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再利用另外一个, 我们的思考历程, 然后带大家来实际的解决一下, 我们现在当下我们心中的一些疑虑。 好,那我要使用的是compact points, 大家请问有看到我的萤幕吗? 好,那我先介绍一下compact points, compact就是我们说的罗盘, 或者指南针, 那很明显的就是当我们要去, 就是讨论到这个罗盘上面的这个点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知道是东西南北, 那这个compact point, 它就是利用这个东西南北的概念, 利用它每一个这个方位的字首, 就是EW, 然后还有N跟S, 这四个字的字首, 然后来作为一个活动的设计。 好,那首先大家先看到这一张, 这一张就是compact points, 它在书上提供给我们的一个template, 一般来说在课堂上运用的时候, 我们会直接的运用这样的一张讲义, 但是因为现在线上的关系, 所以等一下我会就会请大家, 就是到那个google slide上面去操作, 本来也想要利用Miro, 但是Miro大家刚刚用起来, 感觉上好像有点紧张, 所以我就临时做了一个决定, 那麻烦那个若银帮我就上一张。 好,所以等一下再大家, 就是让大家再听到今天思考历程, 如果您有任何的触发心得或是疑虑, 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compact points, 来解决一下我们心中不同的想法。 首先先解释一下这四个方位, 四个点各代表什么, E, excitement, W, worrisome, N, need, S,它可以是stance, 也可以是suggestions。 好,那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要问学生的是什么问题呢? 下一张集, 利用这四个方位, 那主要我们不管是就是大家在教学上面是针对文本啦, 针对影片, 我最常用的是影片, 或是现在我们要对这个教学法来进行一个就是回馈, 然后一个思考, 我们都可以用这些问题来引导, 第一个E, What excites or amaze you? 就是哪一个部分在这个教学法上面会让老师们觉得好像买好用, 越越浴室很好玩的, 那它的优点是什么? 或是呢,What worries you? 那你有没有在这个教学法上面看到哪一些让你比较忧心的, 或是你有想到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缺点, 操作起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in就是needs, What else do you need to find out at this? 就是对这个教学法你觉得你还想要知道什么, 或是挖掘什么, 那另外最后一个s, s一个是一个总结性的问题, 就是在经过刚刚这个正啊, 反啊, 然后你觉得你还需要知道些什么, 那最后就是问自己说, 对于这个教学方法, 或是在课堂上我们可以问学生对于这个影片, 他自己的这个立场是什么, 然后呢, 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在这四个方位点上面, 我们就先try, 刚刚的这个E跟W, 就是excitement跟worrysome, 就请大家呢, 来谈谈目前为止你对于这个thinking routines, 你有什么样觉得让你觉得好像蛮兴奋, 蛮可行, 然后让你蛮惊喜的点, 或是你觉得有什么忧虑的地方, 有什么疑问, 都欢迎大家在接下来我们8分钟的小组时间提出您的看法, 那其实还有下一张, 好,那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分组, 这个分组呢, 会有8分钟的时间, 那8分钟的时间就请老师跟我记一下, 前面三分钟是请老师们针对前面, 刚刚我说的这个excitement跟worrysome, pros and cons这个部分, 老师呢, 写下您自己的一个回忆, 至少一个啦, 制作当然老师可以写很多个, 如果您动作很快, 然后想他很多的话, 对, 然后呢, 再来三分钟的时间, 大家就是针对这两个问题来做回应, 那另外5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在小组里面跟其他的组员, 我们讨论一下, 每一组应该会有6到7个人, 今天的人数, 大家来讨论一下, 那进入那个Google slide, 就可以用加文字框, 就大家如果已经点了聊天室的连结, 在上面工具列有一个T, 被正方形框起来的, 您可以点一下直接在上面, 加你想要加的回应, 我说明一下Google slide, 我已经设计好了, 就是每一组会有两页, 从第一组, 他是, 我是用黄色, 所以大家等一下注意一下颜色, 第一组是黄色, 第二组是绿色, 第三组是蓝色, 第四组是粉红色, 每一组会有两页的空间, 然后问题我已经放在上面了, 所以大家等一下直接过去,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答了, 那三分钟写, 五分钟的时间呢, 就请大家就是分享一个您自己觉得你的看法, 然后呢, 另外呢, 您可以选一个, 你觉得在小组当中, 你觉得, 你跟他的想法, 心有气气焰, 然后很雷同, 或是他的想法让你觉得, 这一点我怎么没有想到, 那就是我们五分钟的时间, 就让老师们就大家所写的, 所想到的进行分享, 好, 这样可以, Rachel, 请问我们, 要开始了吗? 我们是第一组还是第二组? 主导员等一下随机分组, 对, 随机分组, 老师们, 老师们待会您就注意一下, 您等一下分组, 之后您的分组讨论室是几号, 好, 那您的组织就是那个组别, 哦, 我们这一组提到那个担忧的地方, 有想到就是, 呃, 不同的课程属性是不是能够, 也能够使用, 譬如说, 比较专业的课程, 比较理论的课程, 还有包括专业技术, 是不是有办法使用, 然后我们也有讲到, 发散跟收敛的那个历程, 所以瑞恩老师是代替那个, 那一组提出问题吗? 对对对, 我们这是第三组, 好哦, 谢谢, 那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直接等一下, 好的, 现在大家已经回来了, 好, 那呃, 我知道刚刚时间起还蛮赶的, 就是大家要找到那个slide, 然后呢, 要写下您的看法, 然后还要预防不小心被盖掉, 或者被涂掉的危险, 然后还要做讨论哦, 时间真的很赶, 让大家这么匆忙, 那所以啊, 现在是不是就征仇, 刚刚您不管是已经有发言, 而且就是图内大家觉得那个老师们发言很棒, 都可以推荐, 或者是您刚没有机会发言, 非常遗憾, 想要今天没有发言, 你就觉得离开这边是人生一大汗式的, 老师都请在这个时间, 呃, 帮我们提出您的, 对于今天我们听到今天Rutines的pros and cons, 好吗? 嗯, 我们刚刚那一组那个惠佩老师还没讲到, 还是说惠佩可以先讲? 呃, 可以啊, 呃, 其实因为我觉得, 呃, 对于优点, 我自己觉得优点是胜过于单优的部分啦, 因为其实我觉得, 呃, 书写跟说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因为一开始写的时候, 必须要先经过一个逻辑式的思考, 嗯, 所以其实同学在写的过程当中, 他也已经在重新整理他自己的想法, 那用这个的好处是可以直接看到学生在, 直接看到学生的逻辑, 他的思考模式之外, 也可以看出来学生学习的困难点是什么, 嗯, 因为当他在解的过程, 就可以看到他的困难点, 嗯, 呃, 对于我觉得比较忧虑的部分, 其实是因为, 呃, 如果说没有办法使用电脑,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教室里面配备没有那么多, 而是让学生自己带电脑进来使用的时候, 可能会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因为他们会因为受限于这个电脑器材的关系, 而没有办法一起共别, 那我刚刚有想到也许就是变成是小组一台的方式, 也许这是一个比较可以解决的地方, 就是在于, 呃, 科技配备方面, 如果教室里面没有的话, 使用起来比较辛苦。 好, 首先先回答一下, 很简单回答一下会对老师问题, 其实我们那个电脑器开始使用是在那个, 呃, 呃, 被疫情期间, 所以我们用的都是实体教室的东西, 包括我们每次上课都要扛一堆海报纸, 然后扛一大堆有色的笔进去,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很多TING的执行, 它其实是完全可以不用依赖科技工具的, 对, 那只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现在在疫情期间, 停课期间, 所以大家都在线上上课, 我们就直接利用线上的一个工具去操作, 对, 就简单跟您做分享, 还有没有哪一位那个就是老师要代替您那一组, 或是您自己提出什么样的一个忧虑看法, 我刚是不是看到文妮老师举手? 对, 老师可以举手, 我没有举手, 没有, 好, 我可以,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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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我可以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阅期 对我们这阅期不是去用 那个新的教学大楼 就是那个我们 对对 就去那边上课 然后那个我们用的教室呢 其实是那个黑板 可以拉上拉下的 所以那个 因为我之前用的这个 都是在欧洲的MBA学校 才看得到这种 那种黑板 那我觉得像今天学的东西 我们下学其实 我还是用那个教室 我就很难做这件事 因为 我们我试着用 我曾经用西班牙文在算数 然后就是 大家就会在上面加加简简 都用西班牙文写 然后同学就会自己去找 自己的一块一块一块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如果是实体教室上课 那个教室是算是一个 蛮能运用 刚刚用讲的 就是取代这个海报 贴来贴去的一个概念 对那个我之前观课 刘永华老师也是在 那个教学大楼大教室上课 然后你会看到 整个去好像 那个进一郎一样 他的海报贴满了 四周的玻璃门 然后学生就在这当中 跑来跑去 在那边写他们的那个心得 觉得就是那个 当场的氛围应该会 就是对学生 他想要去分享 会有点激发 谢谢一本老师的分享 是 如果还有哪一位老师 要跟我们分享 我们分享 剩一位 剩一个机会 等一下我们就要把时间 就是交给 那个QA的部分了 方语同学 然后 文玲同学 那个 是 我有问题 是 好 听说 很谢谢各位老师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不过 我刚才在疑虑的地方 有提出了两点 就是想要请教一下 第一点的话是 如果 因为 各位老师都是语言的课程嘛 那可是 我听起来好像是这个 就是整个 教学法 它其实是用来要 训练同学的思考能力 那会不会 如果说 我们的语言课程 其实目标大部分 都是在语言能力的培养 那会不会 学生到最后质疑说 但是 我的目标 好像跟老师设定的目标 其实是不同的 我要的是 我语言能力的进步 而不是我 思考能力的进步 那这一点 老师怎么来 说服同学 还是说 怎么样让这两个目标 可以同时的达到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比较 就是刚才看下来 就是在评量 就是学生的成效的部分 我看到的是 学生直化的 反馈的分析 就那些数字 其实是 就是学生对于问卷 答完之后 然后大家统计的数字 而不是一个 真的就是说 可以来评量 如何来评量学生 他思考历程 真的是进步了 有没有一套的 就是任何的评量 可以显示出说 经由这个教学法之后 学生他确实是在 他的思考能力方面 有所不同 就这两点 好 谢谢文玲老师 那随着文玲老师的提问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 就直接就是连接着 进入我们接下来的QA 那我这边先那个 因为那个 刚好是这一场主书 所以我先简短的 会不会文玲老师一下 那等一下其他老师 可以再做补充 或是大家随随 有问题都可以提出 关于文玲老师提到的第一点 就是说学生会不会觉得说 他好像就是只是在 思考方面的进步 但是没有语言方面的 一个明显的成长 那我自己用那个 思考历程一年多的感觉是 其实因为要进行这个 Tinking Routines的种种活动 那学生其实他在课堂上 要写要说 然后课后呢 他就是常常老师们 会push他们说 那针对今天上课 不管是就是内容啦 或是Tinking Routines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给一些回馈意见 那我记得就是 每一次回馈意见 就是都会每一个学习 都会有些学生写到说 他觉得就是这个学习 他觉得还蛮充实的 因为就是说在整个 思考历程的过程中 他必须要很快速的反应思考 然后他必须要很快的用语言 来把他的想法表达出来 那这个表达当然包括说或是写 那甚至他在听敌人表达的时候 他的听还有就是在文本使用的时候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事实上就是说在他的语言 而且是4Skills甚至Flamour 大量练习的情况之下 其实好像学生他应该 比较不会有那种 他只有思考方面进步 但是他语言 因为我们其实是用语言去操作 这个思考方面的呈现 以上 然后我这边想要针对那个评量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评量这个在我们第一期计划的时候 也跟大家有相同的疑问 就是第一个疑问就是 我们跑的每一个routine都需要评量吗 其实我们讨论是觉得不需要 如果说有些routine可以包装成一个评量的活动的话 而且他是有很清楚的grading rubric可以设计的话 那真的可以拿来做评量 可是有时候我们是要当assessment for learning 我们是希望我们设计的这个routine是让他可以从中学习 然后我从中观察到观察学生的这些历程表现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是每一个routine都必须要被评量的 那我这边分享 我刚刚有给大家看的一个 有让大家看过的那个grading rubric 像这个grading rubric 刚刚有老师在聊天室问到说 那我要如何做学习成效的评估 其实像大家现在看到这画面 就是我在做学习成效评估了 就在前几周的铺陈 然后都要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做的thinking routine 我已经收集了很多formative assessment 可是我现在还想要知道 在这过去的六周当中 他真的有进步了吗 所以我设计了一个任务 去让他要去做报告 然后要去做project 去分析 这个是电影课 他要去分析电影 要分析文本 做角色分析 然后分析的评量的criteria 全部都包括 比如说reason with evidence making connections consider multiple viewpoints 那这个东西除了我拿来评估学生的表现之外 学生也是拿这个他要必须做自评 那这个self evaluation 可以帮助学生做更多的后设思考 他去看去再回想一下自己的 这次的表现 然后这段期间的成长幅度 所以我觉得这就已经可以做到学习成效评估了 但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操作routine的时候 是不是学生每一次都跟我们设计的时候有感 有时候是我们觉得还不错 很忙很欢乐 可是他去没有感 所以我们也会我们也有在做完routine的时候 他们就马上做一个很简短的online survey 但我们可以马上收到他们给我们的直信的回馈 所以直信的或者是量化的都是我们蛮重视想要收集的资料 就以上 好 谢谢那个Rain老师的提问跟那个Rain老师的回馈 那刚刚有看到那个会配老师举手是吗 会配老师 是 不好意思 因为我只是想要钻对刚刚的这个就说 如果我们是培养学生思考 会不会跟学生的目的 他觉得他来学语言这件事情 我想要做我自己的经验分享 因为我在发文系也有兼课 然后我有教的一门是关于听力课 那因为发文系的学生毕业的时候 必须要通过VM检定考试 学生生在最大的问题在于 他们觉得自己的语言程度不够好 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抓到重点关键字 可是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会做拆解 就是有点类似像各位老师今天带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坊的这个过程 就是请他们先去抓哪一个字是关键 哪一个句子是做出判断 然后请他们解释为何 那在使用这一个一系列之后 其实学生觉得他们的听力进步 或者是讲难听一点 就是现实的成绩进步 是因为他们开始使用了这个思考过程 他们会开始去 一开始因为觉得内容太多 他们抓不到重点 但是先抓关键字 抓一个句子 然后看这句子是不是影响作答的证据 这个我会请他们说 为什么你选这一个证据是什么 然后再公布答案 所以他们后来觉得 而且他们是回馈我说 我的听力好像进步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考过程同时 也是在帮他们做如何抓到重点 我觉得还是多少是可以帮助语言的学习 就是每一次学生一开始 他们觉得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 进行更好的学习的时候 他们觉得他们语言有啊 可是为什么抓不到重点 然后我请他们做这种思考过程之后 我觉得还是有差啊 就是他们现在就觉得自己成绩进步 就觉得自己语言变好了 谢谢 好 谢谢惠佩老师非常实际的分享 不好意思 我已经想要就是补充一下 就是那个一句 就是刚才回应惠佩老师的 就还有文林老师刚才的问题就是 那我们怎么跟语言课结合 所以就是在前面 Sense phrase words那边呢 其实我开始在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 也是有这个疑问 就是我的学生都这么的中文 然后英文 那怎么办呢 但是加入了之后 其实我发现了我的读写课 更知道怎么上了 因为我以前觉得阅读课好难上 就是因为这些学生 他们对于中文打开都是中文 中文字他们就不想看 但是我现在呢 希望他们静下来读 然后要去跟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目标对象让你去说的时候 他第二次就知道 哦对对对就像刚才Kitty老师 崇智老师问的 那我要先知道我等一下要做什么 我才知道要读哪里 那就是非常好的阅读策略 因为他知道他得去说 而且他得完整的客观的说 而不是我觉得 因为在加一个我觉得的时候 就其实他基本上没读懂 他用他自己的诠释去补足 那在这样子有读 然后是有策略性的读 然后策略性的输出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五行之中 学生是在那个享受 他已经开始学着享受阅读 然后去赏西文本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跟语言课 一个最好的结合 我反而就是还蛮感谢 有这个thinking routine 让我的读写课就活了起来 要不然他们以前真的就像一滩死水 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所改变 谢谢布鲁老师分享 那请问还有其他老师要提出问题 或是要给回馈吗 刚在那个Compass Point 有老师说到工具 那我就可以分享我的工具包 就是看你个人 我给学生的工具包 就是用其他练带 然后其实我在做设计思考 老师应该给系都比我多 有便利贴 然后各式各样的markers 还有白板笔书的系的都有 然后便利贴大小张都有 对我来说是减少在配备上面的时间 可以让我比较快 让学生能够进入状况 不过也有老师提到说 那是不是有学生会歪楼 当然会有 那学生表现不如预期也是有 这就是我们在做计划当中 不断去做反思跟调整的 我们会去 我们都很多失败的经验 我们都会去问说 那为什么失败 是哪一个环节没做好 如果说我现在抱着心态 是只是一个 我现在多一个花招 可以耍的心态的话 那就会跟我们原本的 课堂活动的文化 没有办法结合起来 可是如果把它当成一个 整体性的规划 然后去慢慢去铺陈 去营造 从小的 从小菜开始做 那学生就会习惯 原来我不是每 我每一个提问 都是要求标准答案 他们越来越习惯这种 我要营造的风气之后 其实它可以慢慢 能够output越来越多 然后必分老师举手 对不对 对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除了语文之外的课 你们还有在哪一些课实验过 就是工学院理学院 或是邀老师有课 有没有管院的课 我想知道这件事情 那个廖老师 廖老师是资管的 那还是说请廖老师分享 好各位老师 今天工作坊真的很棒 在通试课程都可以run的很棒 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我教了两门通试课程 都可以run的很棒 这没有问题 但是在专业课程目前 看起来不太可行 因为我们的专业课程 比如说资讯的课程 资讯工程这些课程 他不需要想太多 他学生会写的 那个程式的thinking 跟那个这个thinking的过程 他们会觉得不太一样 所以用起来 他们会觉得比较格格普 他说老师你就直接教给我 这个技术上到底是怎么用 在那个比较技术跟工程的课 他会希望你直接教就可以了 所以目前在专业课程 目前是没有使用像这种 让思维可变的这种方法去使用 那通试课都很棒 谢谢 所以听起来是不是人文的课程 其实会比较好操作 但实际上那个visible thinking 他们在世界各地 在执行这个时候 不管是人文的literal arts 它其实science math 各式各样arts 通通都可以 所以只是说 我们可以再去看看别的科目 他们的做法是什么 我在之前在另外一个读书会有听到一个大气系的 我们本校大气系的王胜祥老师 他在课堂上用 他也是在技能类的课程 可是他在课堂用的是 321 bridge 就是帮学生在做介绍一个新知识的前面跟后面 自己做想法转变上面的做连接 比如说想到这个主题或是概念 你有看到哪三大 你三个联想词 两个问题 一个比喻 然后就可以让学生自己去看到自己想法或是知识迁移前后变化的过程 对 我也是觉得这很多的thinking routine 其实像有一个叫see think wonder 那个其实可能在很多的课程都是可以运用的 老师其实是实作的 我觉得老师应该 其实一个thinking routine就是带动同学开始动脑 要不然很多时候他们是被动的接收一些资讯 但他其实并没有开始进入这个学习的状态 但是有了我们带入这种思考的文化 他就会开始思考说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实作 我可以用什么别的方式来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他是一个就是培养这种课堂的思考文化 叶老师在聊天室提到了一个 我觉得大家都还蛮想知道的问题 就是印象最深刻的 还有就是教学应用上的挫败 我可以分享 我可以分享 好那我那个 今天本来要分享我的那个english for life 就是这次参加创新教学计划这个课程的一个实验 那在前几周我做了一个其中的interview 跟每一个同学一对一的谈话 然后当中就问他们关于thinking routine 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他的思考上面或是语言学学上面有什么帮助 那他对印象深刻对他帮助最大是哪一个 他们金银色的就是几乎大概32个人里面 大概有20几个全部都说talk talks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粉底对谈 一张大海报纸然后中间有个问题 然后大家就是对这个问题做回应 然后那个海报就是可以轮流这样子对 那我就很惊讶我就说哇这么好用 可是这个粉底对谈其实在我一年之前就是使用的时候 他却是我感到最挫败一个finition routine 因为我邮寄的第一次用他的时候 那个本来每一个问题给学生三到四分钟的时间 很多学生写了20秒30秒之后他就停了 然后你就看到海报上面写一句话 然后你问他说再想多一点啊再想多一点 他就说哇这个没有什么好想的啊 我就就就就就这样回答 那我就是当时曾经很那个就是这个深刻的检讨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那后来又透过这一次学生的这个回馈 我觉得与其说是学生属性不同啊 有些学生就是比较喜欢写啦 或者这个学习的学生他们就是比较不对写 因为写的时候就如同刚刚有老师说 他就可以有时间去组织 慢慢的沉淀他自己的想法 然后呢没有压力的可以把它在纸上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后我其实后来想到 其实第一次自己执行的时候 很可能是因为自己经验不足 所以第一个问题可能设计也不足以让学生 做一个三到四分钟的就是思考甚至是书写 那还有一些前置的引导 就是他对于这个所谓老师到底要 他跟这个问题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连结 或是像刚刚我们提到很多名词 就是比如说complex point好了 他的need还有他的stance跟suggestions 其实学生刚刚开始对这些thinking routine 这些字他都是陌生的 你要他connections 对老师来讲connections很容易啊 就是你把你看到读到的东西 跟你的日常生活 你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做连结 但他们常常就是我们老师这么直觉的 这样子的卡道其实必须要老师 你不能一次做就希望他到位 必须从学期书就开始铺成 让他常常练习 Making connection 是什么 然后你要就是什么 Making challenges 是什么 所以什么Making difference 是什么 所以他在一次一次练习当中 他就会慢慢的知道说 原来这个字要引导的是 要我做什么样的一个面向的思考 所以以上跟大家做分享 不好意思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 对所以现在是不是就是如果有老师 有问题想要发问 还是可以留在聊天室 那如果要先走的话也没有关系 我现在画面分享的是 我现在会在我们的聊天室贴一个Google Drive的连结 他会让你看到我们今天用的头影片 其实我们今天咔掉很多精彩的东西 可是你可以在我们丢的这个文件里面看到完整版 那会后有问题都还是可以再跟我们联络 那如果还有人想要问问题 还是可以留下来问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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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林玉老师 谢谢叶老师 谢谢订教授 谢谢碧华姐 谢谢大家 谢谢吴老师 不许好 没哪一位老师 學姐有心事要請問 請說 我想請問剛剛Rachel說 你們的讀書會那幾本書也 也會放在Google Drive一起分享嗎 你說書名嗎 你們剛剛說有中文有英文版 對對對對對 你們會跟我們分享電子書還是說 哦沒有啦我們沒有那個版權啦 書的方便沒問題 都在那個slide那裡 一本書的話好像可以上Amazon去看一下 它好像也有電子書版就是可以直接線上買 不然的話其實圖書館都可以借到 因為這兩本書其實出了有一段時間了嘛 推薦對跟圖書館推薦 對對對 或者是Mavis想要看它原本的 也可以看那個Project Zero的網站 它有完整的 完整的所有的清單 可是如果要看它後面那個操作的 比較細的核心理念的話 就還是要看那個書 我覺得英文的版權好讀 對 有影片啊 Grace之前分享 對 一樣用它的關鍵字去搜尋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YouTube頻道 OK 我還想請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你們的整學期的assessment是什麼呢 比如說期中期末報告 其實這樣每個人都不一樣 我想如果是我的話 我們班如果做到一個學期 有四個比較大的assessment的話 我就會把這些routine 直接在前幾周 它就是當成我的課程目標 然後我不管我設計什麼不同的project 它都是回扣著這幾個目標來做 所以倒不是說thinking routine 它一定當成assessment的內容 而是說我把它當成一個準備功夫 喔 所以你們這個課沒有一個standardize 比如說我的期中考 我要他們加什麼報告 然後期末考可能是個presentation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當初其實有這樣想喔 可是五門課根本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其實也沒有必要做到 就是標準化的東西 有些學生他的那個語言能力起點 可能真的也都不同 所以我們反而是想要從多樣性去抽取 抽取裡面一些職信 可以去拿來探討 跟在教學上面做改進的地方 就比較不像一般標準化的做法 對 就像剛才那個rachel老師 在一開始分享的就是那個thinking routine 它其實就是教學的整個裡面的一環 那這個一環我們就把它當做一個催化劑 就是讓學生真的就是更enjoy這個課這樣子 OK 所以沒有說 像比如說寫一篇短短的短文 做個presentation 沒有這種比較 有 有 有 幾乎每一個老師都有要求做presentation 幾乎每一個老師都有 但是就是因為課程的屬性 對 應該就是說 比如說在text裡面或是在這些presentation裡面 融入thinking routine 比如說像我那個剛剛那個english for life那門課 那他一學級會做三次的一個one minute speech 那在one minute speech之前我就會提醒學生說 這一次因為題目都是persuasive speech 都是persuasive topics 那所以你們就要特別注意 你有沒有我就是用剛剛的分享的那個八大思考 第一的去放在每一次 比如說這一次那你就一定要什麼support your site with evidence 對對對 專有名字我都不會講 對 所以就是還是會在就是assignments當中或是presentations當中 去希望去看到他自己也讓他知道他自己是可以實際利用這些思考歷程 然後來讓他的整個就是想法的組織更紮實更豐富這樣 謝謝 其實我們也有想說好那跑完routine我要怎麼收 怎麼做總驗收我們還是有 譬如說我現在讓他們做的是那個chalk talk 小組共創 那畢竟他是個人寫的加上小組分享 我還是想要看到他綜合從這個力騰當中到底可以學到什麼 所以像我的做法是因為這是讀寫課 他們做完了這個chalk talk之後 然後他下一次我就讓他做independent writing 綜合在這裡面要提問去探究主題 然後他連結到個人的生活跟生命經驗做反思 那這個就是我可以再去設計rubrick去評量他的寫作 跟整體的去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了 所以他還是有 就是我們會做另外某種程度的包裝 包裝成讀寫的output 或者是包裝成speaking的output都可以 謝謝謝謝 非常的棒 很多很多支持 感謝你們各位老師的準備 還有請看老師 謝謝 碧華姐有問題想問 沒有 只是想說老師你們好精采 對謝謝老師 但是我看到想知道剛剛有提到老師一個問題 所以說如果有更多的專業加進來 就是這個教學方法會更豐富 那我想說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外單位老師也加入一起這個社群 當然這個好像會造成你們的負擔 哈哈哈哈 目前好像還沒有這個想法 還沒這個打算 好好好謝謝沒關係 對對對對了解 好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那芳瑜請說 芳瑜等很久了 芳瑜好久不見 芳瑜 芳瑜越來越漂亮 芳瑜越來越漂亮 芳瑜請說 麥克風沒開 麥克風沒開 麥克風 抱歉抱歉 芳瑜先謝謝每個老師給這麼好的分享 就像我以前在中大上課的時候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因為剛剛我想問的很多問題 都已經先被文玲老師問掉 我只有一個問題想要問就是 就是不知道就是這些做法會不會讓 就是比較難照顧到個別的學生 因為我知道團體的活動裡面一定會有程度比較好 跟程度比較不好的 那會不會特別做這個critical thinking 就是那些程度比較好的同學 程度比較不好的同學可能會因為 就是其他人已經做了 也許他們就不需要有太多的 太多其他的動作 也許他們就是可能寫個關鍵字 會不會就是比較難照顧到個別的同學這樣 我看到的現象是相反耶 我真的不好意思 對我看到的是相反 我覺得反而是相反耶 因為這個就是thing in the team 它其實是要求每一個人都要有output 像那個chalk talks 每一個人你都在上面寫東西 你就會發現平常那個上課 它很冷很高冷的那些人 在那個chalk talks或是其他活動的時候 他就會因為他知道別人要讀他的東西 因為他知道他的東西等一下會被討論 所以反而是每一個人其實在那種氛圍當中 他都會覺得說 我好像會可以比較沒有負擔的去展現自己 不管是用說或是用事 所以反而好像更能夠照顧到那種角落足 這是我的想法race 對對我也是觀察到這個現象 就是那在那個thinking routine的安排上也可以選不一樣的 因為譬如說像chalk talk它就是匿名 然後我們做完chalk talk之後 我請學生在zuvio上面寫回饋 就有學生說他本來覺得很羞於表達自己的看法 可是因為是匿名的嘛 他就會想要表達 然後他就會發現 他表達出來的idea 竟然還有同學給他寫feedback 所以我覺得其實常常 像我上學期run的時候有一個學生 一開始非常的不參與 每次問他就處在那裡然後說 I have no idea 我沒有什麼想法這樣子 可是後來他是被他的同學感動 因為他寫了一個東西然後竟然有人回饋 所以後來在那個zuvio的feedback 他就寫說 I'm so surprised somebody responded to me 這樣子 所以後來就會看到他一直 漸漸地open up 一直open up這樣子 然後另外在run某一些think routine 我就會叫他們寫名字 那你就會看到確實學生語言能力上是有不同 那看到有的同學 他很努力的想要表達他的想法 但他可能文法或用字上面是有困難的 那這個時候就是老師可以跟他們在課堂上分享一些工具 或者是分享一些方法 怎麼樣把自己的語言的能力也帶起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透過這個反而不會 反而是真的每一個都看到了 要不然像我的那個中級閱讀的班是48個學生 其實是滿大班的 對 但是透過這個方法 我真的反而能照顧到每一個學生的情形 謝謝老師的回答 謝謝老師的回答 不好意思我有課我先走了 OK好 謝謝大家 謝謝拜拜 剩下的話我就也在chats裡面了 好就不答應大家了 好謝謝 OKOK 好謝謝老師 老師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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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好像現在都是 就是我們 對 對 那也滿晚了 那 感謝大家參與 好 好 先放大家去吃飯吧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